幾段影片前我不是幫了一家公司買了PFSense的路由器嗎? PFSense是一個比較出名的 專注在防火牆上面的路由器系統 因為我看到比較多人對這個軟路由器系統都比較有興趣 這次我就跟大家去游覽一下PFSense的介面 在眾多的功能裡面選了幾個我覺得有趣的東西 然後給大家了解一下軟路由器的大約高耐出是怎樣的 看看你會不會找到一些你有需要的功能 或者自此之後你會對這個軟路由器感興趣 我會說如果你覺得現在一般市面上買的路由器已經滿足不了你的需求的話 你下一步就是買這個軟路由器了 一般家用的路由器是三種產品的結合題 它是結合了路由器、Switch和Wireless AP這三樣東西 就像你現在的智能電話一樣 你又可以上網 又可以拍照又可以看影片 有很多不同的功能 但是如果你要拿到一個最好的體驗又或者效果的話 例如說拍照你就要用真正的數碼相機 例如說體驗最舒服最美的畫面你就要用電視機 我看到很多人都很熱衷去討論究竟買哪一款消化級的軟路由器比較好 如果你是加入極致的玩家的話 我會建議你用軟路由器去專注軟路由器的工作 然後再買一個Switch再加上一個Wireless AP 分三樣東西去處理三個不同的工作 一般視乎你的需求可能是1000-2000元會有交易的 如果你有些比較特別的需求 例如說你是要2.5GbE的LAN的話 我猜可能3000多元左右吧 在片尾我會再跟大家去探究價錢的問題 分開三件硬件做出來的效果 絕對要比你買一個三合一的軟路由器 要有更加多的功能和更加穩定 管理到的細節也會更加多 如果你是對自己的網絡安全很注重的話 這些軟路由器會幫你監控到你家或者公司的網絡連線 連放在你家的IPcam接駁去哪一個中國IP的伺服器 你都會看到和可以卸得到 你是永遠不會知道你家的網絡裝置會有多少漏洞 即是一般電腦電話都會有update去修復一些流動 所以我就不是太擔心的 但如IPcam又或者這個… 但IPcam又或者我手上這個智能家具的控制器呢 在防止這個黑客入侵方面做得有沒有那麼充足呢 我是有點擔心的 那很多時候黑客就專門入侵這些疏於修復流動的IoT device 然後就會利用它的攻擊你家的其他網絡設備 又或者用來攻擊在互聯網上的其他用家 裝置火場之後你會聊到每一秒都有波子撞到你的IP 加上Router和Switch你都可以用很久 即是沒有壞的其實你基本都不會換的 唯一可能隔幾年要換的就是你的Wireless AP 即是發放WiFi信號的天線 因為你要升級WiFi的制式嘛 但是你需要花很多的心思 更加重要的是你要對於網絡介設 由深入的認識才可以操作到遠路入面的那些設定 PFSense我是用了一個月去學 過程是有點痛苦的 而它絕對比NAS更加複雜 但是我覺得自從學了PFSense之後 是完全改變了我對普通WiFi Browter的看法 感覺是昇華了另一個層次 上次那段影片的Router就已經安裝在那間公司裡面了 不在我家了 但是當然我會在Router上面留一個叫VPN的後門 讓我駁回去做一些軟件上的修改 否則的話 任何修改我都要親自回去那間公司去做 是很沒效率的 我家來回那間公司要三個小時 這個就是PFSense管理介面了 它是可以選中文的介面 但是我發覺中文的話很多東西都看不明白 所以最後轉回英文來 它這個主要是顯示一些路由器的狀態 你也可以自定義哪一種狀態和排列位置 當中我很喜歡它是有一個顯示流量的圖表 在一般Router裡面都比較難看到這個功能 但是在PFSense裡 你就可以看到不同路由器的插口 VLAN甚至VPN通過路由器的流量 這個功能對於監察網絡裡面發生什麼事是非常有用的 記住我這段影片不是做PFSense的教學 我只是想展示一下它大約的邏輯是怎樣 上面會有一大堆的選項給你通向不同的功能 第一個帶大家看的就是interface的介面 記住這個介面已經被我設定好了 所以可能有點亂 在這裡大家首先會看到路由器實體存在的插口 然後下面會是我設定的VLAN和VPN的虛擬插口 你可以理解不同的interface 代表不同的群組 分類成為不同的群組之後 就可以方便我們管理到它們和做不同的設定 特別是防火場規則 一般原來的後面都是會插Switch 所以如果你改了LAN2的設定的話 是會影響插在LAN2後面的所有東西 我就在Router那裡設定了兩個VPN的Tunnel 一個是給我用 另一個是給這間公司的員工去用的 我分開了兩個interface的話 我就可以設定到當我透過WireGuard接駁回來的時候 我會有權連線到公司所有的網絡設備那裡 但是就算我可以接駁回公司所有的網絡設備 我也是會給自己一些限制的 因為我也不知道自己的電腦有沒有中毒 所以我會設定到自己可以接駁到這些電腦的電腦 員工的話就會去另一個interface 給員工的interface就會有跟我用interface 其實是有不同的規則的 它們一樣可以接駁到我指定的東西上面 這些仔細的設定一般Guard router是做不到的 這些規則你也可以在Firewall的介面箱裡面做設定 當你按進去這個interface的時候 就可以加規則進去限制它底下的裝置 然後下一個我想帶大家看的就是DHCP伺服器的介面 這個功能在一般加入Router上面是完全自動化了 即是你不會感受到它的存在 就好像駕駛的自動波和棍波 但是它的PFsense就變成一個你要手動設置的東西 這裡我就不解釋那麼多了 如果你不明白什麼是DHCP伺服器的話 我下面註解會放一段影片給大家去了解一下 簡單點就是它是安裝在Router上面一個分配IPA網絡裝置的服務來的 如果沒有它的話你也可以逐個手動設置 網絡裝置的IP上網 但是DHCP是單純自動化了整個流程 而單純DHCP這麼基本的功能都有大學問在裡面 大家準備好了嗎? 首先你要設定一個interface 根據你想做的效果會有不同的設定 例如我的interface我想它在一個Ramport做一個網絡來源的話 我會在這裡選DHCP 代理會有另一個裝置就是Modem給IPA這個port 如果是一個普通LANport的話 就會選Stat IPv4 就是我們會手動給IP這個插口 例如我可以給它10.1.1.1 而這個IPA只是給這個插口而已 其他插口可以是另一個完全不一樣的IP 例如是192.168.88.1 172.16.3.1 那你可以在一個受限制範圍裡面 選擇你自己喜歡的數字 我不知道啦 可能有些人喜歡10.88.88.1 然後10.24 簡單來說就是可以容許 10.1.1.2 去到10.1.1.254的IP 接駁到這個插口 然後就可以測試了 在這裡大家要停一停 如果你的電腦是插了在LAN1 然後你又改了LAN1的interface的設定的話 你又馬上跟Router disconnect了 因為你改了這個插口的IP之後 電腦是不會找到Router的地址 特別是它預設是關閉了我剛剛提到的DHCP Server 當你遇到這種情況的話 我們就要在電腦自己設定一個IP給它 例如我可以設定自己做10.1.1.2 然後Gateway就是剛剛我們設定的插口的IP 接著你就可以透過瀏覽器進入10.1.1.1 恭喜你 你可以接駁到Router的界面 所以我們一般都會插LAN1然後改LAN2的設定 改了之後再插LAN2再改LAN1的設定 設定一個interface之後 你就要設定下一項東西 就是DHCP Server了 基本上每一個interface都要設定一次 除非你打算每一個插著這個interface的東西 你都幫它設定一個IP給它 在這裡你可以設定一個DHCP發放IP的範圍 剛剛我設定了這個interface是10.1.1.1 即是代表我可以設定 設定一個範圍是10.1.1.2 去到10.1.1.1.2的範圍 當有東西插著這個interface的時候 它就會懂得在這個範圍內派一個IP給它了 當我們啟用了DHCP的服務之後 我們就可以像一般的router一樣 即插即容了 但是去到這裡還未完 我們還要去Filewall那裡做一些設定 先可以上網 很有趣的就是如果你是不加任何規則進去PFSense的防火長度 你是會上不到網 因為它預設是封鎖所有流量 我們一般都會先加一個 Allow所有流量的規則進去 然後再慢慢調校 這個就是PFSense精華的所在 如果你用PFSense 但是又不了解如何操作它的防火長的話 我覺得都很可惜的 除了你可以控制到什麼連線可以進來 什麼連線可以進去 還可以連線到VLAN和VLAN之間的連線 例如我可以把NAS電腦和其他網絡裝置分成3個VLAN 如果大家沒有辦法互相通常得到 然後就可以設置NAS的VLAN會封鎖所有網絡連接 讓NAS完全上不了網 裡面電到VLAN便能夠設定到只能透過網絡設計機去駁住NAS的VLAN 因為你的NAS便非常安全 稍後我會在Facebook群網絡上寫篇詳細文章講解 記得加入吧 現在不知不覺 這個群網絡已經有500多人了 我會把連線放在影片的注解內 最後我會帶大家去PFSense的App Store 即Package Manager 裡面會有些輸助工具和擴充功能 裝在PFSense裡面 過程跟安裝手的App差不多 例如我這部防火箱已經安裝了iPerf 我之前已經有一段影片講了iPerf 會有PFBlockerNG 一個幫你添加防火安全規則的軟件 還有WireGuard一個比較新和快的VPN程式 還有其他奇怪的軟件幫你做網絡管理 當中我很喜歡這個叫做AntopNG的軟件 可以看到每一個裝置連線去到哪個IP 還會幫你把IP標記在地點 在這些PfSense看到的工具 在一般Router都是不會看到的 我是幫了大家看了一下 如果你要轉移去軟路由的話 要大約買些什麼 如果你是打算真的自己砌機 再安裝一個軟路由的系統的話 你首先要找一個有兩個獨立Landport的主機板 因為你的網絡流量要一個入一個出 但是據我的了解你可以外加一些網絡擴張卡都可以的 所以沒有兩個獨立Landport的主機板都應該是可以的 我比較建議的就是用ITX的底板 如果路由器尺寸在一部desktop那麼大的機板的話 我是覺得有點過散 除非你打算用舊電腦 然後你要買一個相應的CPU RAM 4R 機箱 這個方法雖然是令到你在選擇硬件上有很多彈性 就是可以組一部i9CPU30G RAM的Router 但是 我是覺得比較麻煩的 對了 我在家是一部 限制了 但是沒有RAM沒有SSD的電腦 如果這段影片一個月超過15000V的話 我就會在這部電腦上加入PFsense然後再拍影片給大家看 別君吧這段影片的like 還有在下面留言 我說你想看到這段影片 順便追蹤我的IG 唉…我的IG都幾百人追蹤 你叫我怎麽見人呀 你怎麽說都是一個獨當一面的YouTube創作者 記住追蹤 下面註冊有條link給大家按 OK 講到哪裏呢 因為自己組裝太麻煩 我們一般都會買現成的電腦 然後再安裝一個遠路由系統進去 如果你有預算的話 很好 你可以上這台機的官方網站買 預裝PFsense 外觀也很漂亮 但是很貴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一個窮人的話就淘寶了 我見幾百元就有交易了 還可以幫你預裝一個叫做OpenWRT的內容器系統 我料到這個內容器系統 應該是會被PFsense比較容易用的 這些廉價的遠路由一般1000MAS上網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的 但是它們的運算性能呢 我覺得不是很適合做防火牆或者VPN伺服器用的 所以為何我之前說對NetGi的Router有信心呢 是因為它們都清楚寫明它的數據處理能力 我會有一個清楚的概念知道 它這個路由器的極限是去到哪裏 而這些淘寶鏈的Router做一個防火牆 或者VPN伺服器用的時候呢 我就沒有太大信心了 如果你對眼鏡的收入比較高就可能一到兩千元左右 對於一般家用的話 我也是建議大約找一個有2.5GbE LAN port的遠路由 因為2.5GbE是一個新的趨勢來的 香港也已經支援了2.5GbE的上網服務 CPU的確反而沒有太多所謂 就算是性能比較差的CPU 對於大多數的人來說都應該已經足夠了 除非你要安裝好多的插件 要做防火牆 或者你要保持一個VPN伺服器用在Router上面 然後就是Switch了 取決於你的Router的插口夠不夠呢 如果你的Router只有兩個插口 一個入一個出的話 我建議用遠路由的話 買Switch要買比較貴的ManageSwitch 就是說會有自己管理界面的Switch 只要ManageSwitch才會支援VLAN 這樣你可以將網絡裝置投VLAN的分區做管控 但如果你的Router有4-5個插口的話 你就可以節省到一個Switch的費用 原來雖然它這個預設的Port和Port之間是不會互通 就是說你在Router上從事插著NAS和插著電腦 你的電腦是無法接駁到NAS 但是它可以設置一個叫Breaders的功能 去等插口和插口之間互通 雖然效果不會像Switch那麼好 但是對於家用來說應該已經足夠了 最後就是Wi-Fi了 最簡單的方法也是我對大部分人的建議 就是用以前的家用Router去做Wi-FiAP 這樣就不需要我眼眼買任何東西了 又或者你預算比較多 對於網絡價錢比較熟悉 另外你就買一個真正的商量級Wireless AP 除了你的需求$600到$2000不等 貴一點還會支援Mesh 而你商用的Wireless AP還會支援多個SSID和VLAN 要注意它們很多都是需要PoE供電 就是一條上網線同時傳輸數據和電 這樣就要另外買一個PoE Injector 將原本只有有訊號的上網線變成有有訊號有帶電的上網線 因為它單純自己是一個訊號發射器 只需要先插一條上網線 而不需要像一般的3號1號的Router 會插上好幾條不同的上網線做不同的東西 所以它擺放的位置會有更大的彈性 你可以選一個比較適合的位置去放它發射Wi-Fi訊號 對於想試一下軟路由的人來說 我會建議先去買 我剛剛提到的幾百元的軟路由先 預先幫你安裝系統和價錢也比較親民 然後再配合以前用的軟路由來做Wireless AP和Switch 即是舊軟路由來發放到Wi-Fi訊號的同時 其實上面那些PoE供電都可以使用 就算試用了之後你覺得不適合的話 也不會有太大損失 最多還沒幾百元 或者我之後也會買一個來玩一下 但是你要有一個心理的預期 就是它比用NAS需要對網絡架設有更深入的認識 不過當你跨越了它之後 你看到它是一個不一樣的光景 好了不知不覺 竟然這段影片做到那麼長 感謝各位Channel Member 支持我這段 完全沒有收入贊助的影片 我這個頻道就是喜歡做這些奇怪怪的事 如果你想支持我或者加入做Channel Member 之外 最重要就是追蹤我的Facebook和IG 我會在那邊更新我的最新狀態 希望我這段影片對於廣大覺得 普通Rotard已經滿足不了自己的人來說 會有用 如果想看到更多關於遠路由的影片 出現在我這個Channel的話 記得留言和我說和Subscribe這個Channel 之後會有一段影片去講關於商業環境 但是去裝公司伺服器 對於老闆和NAS法師的禮物 應該會有一個吸引的題材吧 好了 這裡是腦控 我們下段影片再見吧